交给你们的事情 为何迟迟不败 爹大人 悲剧已查明真相 凶手绝非听听姑娘 少二大人 我们险些错杀了好人 你们是不是发现 所有的死者均有一乡 而那个姑娘也告诉你们 她天生能够身负一乡 说说吧 到底怎么了 这些死者都是 听听曾经救治过的病人 这是什么药啊 这么小 啊 这个是春链子 和苍儿子熬制的草药 只不过 他们都加入了一味特殊的药 天天 这特殊的药 到底是什么呀 是天天的血 什么 我从小身负一乡 偶然间发现自己的血 有疗伤的奇象 一般遇到疑难杂症 我都会用自己的血为瘾 此前如此 均是药道病除 只不过最近 不知道为何 他们都被恶鬼夺食了 和苍儿子熬租 如果牺牲根椅一个人 能拯救天下人 后来是你 会怎么样 大人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吧 没有 杀了唐稷 孤独将会扩散 除非 有另一个人作为荣汐 接受万毒之苦 如果是真的 为了婷婷的性命 我愿意接受这孤独之苦 你 但如果我失去了婷婷 我会比中国更痛苦 听听 原谅我不辞而言 原谅我不能心手成功 也许一个好姑娘 更是一个好王冲 世间 有太多的人需要你 而我 只是一个双手 长满鲜血 今生有着不可推险的重大 我会用一生来记住你 与众心希望 你一生快乐平安 我知道人生 就是不断的方向 但最遗憾的是 我们都来不及好好告别 你 承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